好,來看到池上香公所從2017年以來 每年都會辦理大波池釣除駭魚的活動 今年的釣除駭魚活動即日起正式開跑了 那麼活動將持續到下半年的10月31號 鄉長林建宏也歡迎民眾來大波池釣駭魚拿獎金 一起為大波池的生態來做努力 為了減少外來種對於大波池的破壞 池上香公所自2017年開始 每年都會辦理釣除駭魚的活動 並祭出多項的獎勵 號召熱愛釣魚的民眾一起來除駭 而今年的釣駭魚活動也自即日起正式開始 鄉長林建宏也歡迎民眾一起來到大波池釣除駭魚 大波池釣駭魚的活動 我們已經從3月1號開始起跑 一直到10月31號 當然我們希望說鼓勵鄉親 增加休閒的一個活動以外 也可以讓大波池的生態駭魚 來做一個用釣除的一個部分來做清楚 鄉長也指出 經過公所的統計 目前移除的駭魚重量已經快接近1萬公斤 其實從109年到110年 我們有統計的部分 累計下來已經將近達到1萬公斤的 釣駭魚的一個移除 歡迎喜歡釣魚的民眾可以把握機會 自己日起至10月底為止 前往大波池釣除危害生態的外來種 每釣除2公斤的駭魚 就可以兌換鄉內的100元消費券 在釣除駭魚的過程中 又能夠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 記者陳吉林 池上相報道